很大火 不过火场里面 不烟密报 消防队目杨俊杰被困两个几钟之后 才被救出 最后不行信职 死瘾庭揭示 消防通讯中心一个操作员 错误删除讯息 令到火警迟了18分钟 先升为三级 最少7个消防员 包括杨俊杰 同助理消防区长赵荣辉 入火场的时候 没有拔时 启动个人警报器 即是说有危险都没有人知 入口指挥官 也没有怎么算这些锁示 确保他们遵守指引 死瘾裁判官批评 他们讲一套做一套 事隔近两年 消防处说 有五个人要受处分 第一样就是 同事在我们的烟帽操作程序上 是没有跟指引 第二样就是 调派车辆方面 操作员的 一些不跟指引的做法 我们是会进行纪律处分的 因为已经是有资料在手上了 受罚的五个人 当日在哪个崗位 做错了些什么 会点罚 消防署都无交代 详细情况我不会在这里说的 因为刚才你们都问了很多细节的了 既经追问 消防处先自透露 受罚的包括四个前线消防员 同一个负责吊车的人员 其他详情始终不肯说 有这么多细节没有交代 大家可能有不少问题 就连信职消防对木阳俊杰的哥哥也有疑问 他说在消防的写言讯里面 其实都揭示有很多的消防员 甚至在管理层没有跟指引去做事 所以认为要负责的不应该只有五个人 他纯粹是交代他做过的事 我觉得 就是做了事了 我找了人出来负责了这件事 但实际上他的程序 是不是需要改变呢 当时升到四级 有差不多200个消防员在这里 那你的指挥那些问题 你不可以把前线的四个 陈远廷 其实说了这么久 都不知道到底处分了什么 没错 就着这些问题 我们之后有继续问消防处 例如在这些很基本的问题 好像你刚才提到 所谓的纪律处分阻罚了什么 那五个人是涉及什么职级 不过消防处都是回复 说没有补充的王校 好 谢谢 行政长官参选人唐英年 再说到丁屋潜建 说支持依法办事 又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 基本法保障潜建 叫人家不要潜建基本法 杨晓峰背道 唐英年出席完金融服务界 咨询会后 再说到丁屋潜建 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 基本法保障潜建 我看见今天标题有人说 有人说基本法保障潜建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说话 所以我自己仍然是维持着一个原则 就是法治之区就依法处理 就是基本法字 基本法根本没有签这个字的 所以请你不要潜建基本法 他有没有说过原居民潜建 受基本法保障呢 我们听他之前怎么说 我用所谓 因为有很多都是有他的独特的历史背景 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要守法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都同时要尊重 基本法所奠定的原居民的法定的权益 梁振英就说 一样希望乡义局支持 但是一定要依法办事 我不评论其他人的说法 我相信这些问题社会自有功论 但是潜建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是依法办事的 有声电视机者杨桃峰报道 向义局执委会明天会再开会 讨论支持童英年 还是梁振英 消息说向义局的选委 前日已经开国会 大致上支持挺堂 部分还签了授权书 给主席刘黄发 许秋霞报道 手握30张选委票的乡义局 其中20多人 上星期六吃过中午饭 谈过支持哪个参选行政长官 主席刘黄发和副主席张学明 都有出席 消息说 主席在席间 拿了份行政长官提名表格出来 预先收集选委的签名 授权乡义局提名 但是表格上 未写支持哪个候选人 有出席过饭局的选委说 预先授权乡义局提名 是要显示团结 在午参会上选委已经大致上表态支持唐英年 有选委就表明支持唐英年 因为他了解新界传统 香港联统的选委会讨论 有聲電視記者去秋夏報道 爆出連串種票移運之後 政府就改選民登記制度諮詢市民 政府說很多意見認為 搬屋沒有改地址而去投票都要坐牢 是太嚴苛,不傾向這麼做 張文豪報道